最后我们再简单说一下 两个不是很常用 基本上用不到的 就是访问者模式和解释器模式 这两个模式基本上排序也是排到最后 而且排序排到最后 就说明它的优先级基本上不是很高 在Java中的不是很高 在前端就更不是那么高了 访问者模式它的概念上来说 就是将数据操作和数据结构进行分离 这个是一个很含糊的操作 而且你在看它一些概念的时候 基本上也是这么说的 它说着这么说 但是它举的一些例子 特别是我们去找一些前端GS防御者模式的时候 基本上它说不出一个特别符合 特别可厚的一些场景来 所以说我们这儿就不再说了 就是没有必要说 我们为了演示一个例子而去演示 纯粹是浪费时间 因为你没有应用场景 没有理解的场景 你根本就不会去记住它 你只会去浪费你的时间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就不再说了 第二个就是解释器模式 解释器模式应用场景非常非常少 就是它是描述语言语法如何定义 如何解释和编译的 这个用于专业场景 就前端来说 我们哪个地方会用的解释器模式呢 比如说Bible解析S6语法 然后我们通过什么SaaS和Less 来解析成这个CSS 这一些我们会用 但这一些是特别专业的一些场景 除非你自己实验一个白宝 或者说实验一个解释器这种的 除非你要学一些编译原理的东西 除了这些之外 你解释器模式基本上也是用不到的 所以说我们这两个设计模式 我们就把预算机放到最低 我们就简单来说一下 我们就不再去展开来讲了 针对我们的实际的面试也好 实际的开发也好 包括前端通用的能力的提升也好 都帮助不是很大 其实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的所有的设计模式都已经讲完了 我们这儿简单的过一下 我们之前讲过的设计模式的 优先级划分 我们一开始讲的 优先级比较高的那几点呢 比如说工厂模式 单理模式 室备器模式 装饰器模式 代理模式 外套模式 观察者模式 这些都是我们能举出一些 特别精简的一种场景 而且特别常用的一些例子 另外呢 我们刚才讲完的这个 其他设计模式呢 比如说像圆形啊 桥接啊 组合啊 响源啊 策略啊 值得链啊 命令啊 背包录这一些啊 都是专业场景不是特别多 但是呢 你也能通过一些例子呢 就是能举出来去理解一下 剩下的这两个 就是这个访问者模式 和建设器模式 基本上一般用于专业场景 或者说像访问者模式 我们基本上 博士长用预先级特别低的 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讲了 所以说我们预先级这么划分 大家学的时候也是这么学 分重点来学 不是很重点呢 就三级放一放 像二十三种设计模式 怎么可能每个都是重点 好 这一节就先讲到这里 然后下一节呢 我们简单说一下 这个关于如何去使用学习 以及如何去面试 正在设计模式来说 好 好 感谢观看